臺灣在去年的東京奧運 締造了史上最好成績 而時政體育署長張紹希 是因為代表團的商務艙風波請辭 歸見臺師大 而署長是由教育部次長林騰交代理 但這個署長是持續的難產 也創下史上最久代理體育署長的記錄 東京奧運一年後 四位東奧國手為臺灣運彩 拍攝全新形象廣告 謝謝所有人一起挺體育 為什麼買運彩是駐體育 因為運彩民國九十七年發行以來 每銷售一百元 就有十元易駐到運動發展基金 去年冬奧效益 易駐運發基金多達四十六點六億 說是體育署的小金庫也不為過 不過關心體育發展之餘 外界也擔憂 體育署長一百一十年九月二號起 由教育部次長林騰交代理 至今一整年再這樣下去真的好嗎 教育部表示體育署業務具高度政策性及專業性 接任人選需兼具行政能力及體育專業 持續審酌體育業務發展方向及當前施政重點 積極尋覓徵詢適當人才中 民進黨立委張廖萬堅指出 林騰腳代理署長政策溝通與跨部會協調順暢 但代理非長久之計 主張啟動組織再造讓體育署回到二級單位 體育署長玄缺滿一年自家立委看不下去 體育界人士多半私下感嘆 國家所謂的重視體育發展 難道只是說說而已 記者林小惠沈志明 台北報導